准备好了吗 大家好 张恒一直在混淆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老毛病真的是改不了了 每次都是这样 就是他这次他发文呢 他说他拥有孩子的抚养独立决定权 就这个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翻译过来应该叫 家长单独决策权 就他不是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怎么理解呢 就可以理解为啊 就比方说 就是家里有一只猫咪 然后哥哥和妹妹都在掐 然后呢 就哥哥就掐住猫的脖子 然后妹妹呢 就拉住猫的尾巴 然后呢 就两个人呢 完全不考虑猫咪的感受 这个时候呢 妈妈过来就说 你们两个要学会怎么养育这只猫咪 就在你们学会如何抚养这只猫咪之前呢 这个猫咪暂时先放在哥哥的笼子里 然后呢 妹妹呢 就过去学习怎么抚养这只猫咪 然后哥哥呢 就出去到处宣扬 就说 我拥有猫咪的单独决策权 就是这样的 是吧 你完全没有理会人家这个法官的意图 法官的意图是什么 是吧 是让你们学会如何养育这只猫咪 对不对 然后你就出去大肆宣扬 而且还混淆概念 是吧 就是 你就拥有好了 你干嘛要告诉我们呢 是不是 你还要翻译过来给我们听 你为什么呢 要赚我们的钱嘛 就他是自道歉信 道歉信上面说对不起孩子 是吧 你曝光了孩子的隐私 你肯定对不起孩子了 是吧 又对不起我们中国的网友 是吧 你怎么会对不起中国的网友呢 是吧 你曝光这个正爽的阴阳合同 是吧 给我们这个娱乐圈 是不是 搞一个清洗 这是个好事啊 怎么会对不起我们网友呢 你做了什么事 对不起我们网友呢 因为你 三番五次的诬陷正爽 你才对不起我们网友 而你所有人都对不起 你却单独能够对得起正爽 是吧 你反而反而你给正爽说什么呢 你说你相信正爽啊 就是可以做一个合格的母亲 是吧 就是这个怎么翻译呢 大家翻译一下 意思就是说 给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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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就是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